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什么东西呢 再来说的话就是关于模板的继承了 在今次模板里面呢 它也是有继承的 在张狗里面是不是有继承的 所以还有印象吧 我先定一个副的这个模板吧 就相当于我们来看一下 在课件当中是有这样东西的 你可以直接去定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副模板 然后你可以去定义一个副模板 定义完副模板之后呢 在模板当中呢 也是相对于跟张狗是一样的 大括号百分号定一个模块 block 定义完块之后的话 我在此模板当中通过一个stun的方法 然后呢去扩充上面的副模板吧 然后呢相对应的 我想把哪个地方的块给你改掉 直接就大括号百分号块 然后在里面去添出内容 这点是跟张狗是一模一样的吧 所以呢在里面不再给大家几率了 那在这个经济当中呢 除了这样的一个去扩展副模板之外 它还有包含呢 它有什么包含呢 包含的东西代表的实际上就是说 可以通过include的方式来进行包含 就相当于怎么去delete呢 你去想一下 使用扩展的时候 相当于副模板是不是大而全的呀 在这边把整个股价的定义完了吧 然后呢 紫模板是不是相当于不断地往里面扩充啊 而底下这个包含正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话就相当于 我在去使用这个紫模板的时候呢 它是你完全的股价 然后呢我想把谁囊括过来 就可以直接include的 把那个部分给它囊括来 囊括来之后的话 那个东西呢就会把我当 就会把那个东西完整内容 替换到我这边来了 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也不再跟大家去说明了 它的使用方法就相当于是 跟你上面那个extend 正好是相反的操作了 extend是把我 以我自己为中心去扩展别人 而include的话是以我为中心 然后把别人包含进来 是这样一点 所以你怎么去用都可以了 那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进行举例了 这是关于这个模板的一个扩充使用了 说完这一点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我们回回来再说一下 那在plus这个模板当中呢 有一些做出的这些变量 你不需要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我们在渲染模板的时候 不需要像这样去传递变量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那这些变量都有哪些呢 你一上来有一个config对象 这个config对象我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关于整个应用的配置文件吧 你不需要通过这个config往里面找 而是说在模板当中直接大括号config 那拿过来直接就用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想在模板当中去操作 获取一下究竟用户传送的数据都有哪些 那你也不需要在这里面通过模板渲染的方式往过传 而是说在模板当中直接去调用request对象 也是可以的 就通过大括号的方式直接去调用request对象 也是可以 还有什么东西呢 UIL法 UIL法我们在试图函数当中能够去行反减析 那你在模板当中的话 你再去推断进行一个链接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用到别的试图的链接地址 所以呢这时候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大括号这样方式 里面有UIL法的方法 然后直接去进行相对应使用 那你在试图函数里面怎么去用它 你在模板里面也怎么去用它 那再有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getflushedmessage 这个getflushedmessage又代表什么东西呢 它所代表的就是说 在模板当中提供的一个特定的功能 是说你在后端当中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可以提供一些消息数据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回来去想一下 我们刚才在去这个注册的时候 你每次一旦有提示信息 有凑数信息 你再进行点击的时候呢 用户是不在这里面 要看到那个凑数信息啊 那对于其他的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方法的 其他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进行这样提示信息的话 怎么去做呢 你可以利用进展当中所去提供的 你把所有的信息都给它c到哪呢 c到一个叫做flushed函数当中来 然后呢 你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去使用一个叫做getflushedmessage 直接把你之前c过去的数据呢 一条一条地举出来 来进行操作 而且呢你接下来在第二次再访问的时候呢 这里面数据就被清空了 它只能够看一次 所以呢就把这样的信息呢 叫做闪现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怎么去利用它呢 我们还是在哪吧 还是咱们在这个micro的这个里面 来给大家去写那个东西 咱们这里面去写一个东西 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在index当中 在我们刚才这个metro这里面 我是不是没有去学这么多东西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去使用那个闪现了 首先要做的工作 应该是从flush当中去导入 导入一个flush 导入一个flush 导入一个flush之后的话 如果我在试读函数当中 觉得有什么消息需要再提示给用户 让他本次看到 而下次不再看到的话 那我怎么去操作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写了 比如说我如果 咱们怎么来看呢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个条件 写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比如说咱们建了一个全球变量 专门为了让咱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flag 比如说一开始 我给你设置为tru 设置为tru的话 然后呢我直接去操作这个全球变量 咱们只是模拟这个东西来 就通常情况下是 你衣服什么什么条件 然后呢我觉得 可能有些错误信息需要给你展示 所以这些错误信息的话 你都通过flush的方法 把提示的信息呢 通过这样方式往里面追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 为了给大家进展示呢 我就在外面建了一个全球变量 如果这个flag 如果这个flag为真的情况下 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个flash方法 去添加闪现信息 添加 闪现信息 闪现是这个东西 是这两个字 添加写下这个信息 没毛病是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hello1 添加一个hello2 然后呢添加一个hello3 我给你添加这三个信息 就相当于我目前为止呢 就把信息给你刷进去了 刷进去之后的话 我这里面也不需要去传 然后呢我在这边 在模板当中 我想进行使用的话 怎么去使用呢 在模板当中的话 你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往上往后放 咱们在上面 最一开始的位置上面来去看 放到这 放到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闪现信息 闪现这个信息的话 然后怎么去写呢 就是通过这个大括号的这样的方法 而且呢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说的 有一个函数叫做get 然后呢flushed message 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听错吧 get flushed 少写了一个东西 get flushed message 它是一个辅数 通过这是一个函数 你通过这个函数呢 能够把你在本次渲染之前的 在试图函数当中 添加了哪些信息 通通的全都给它取出来 你添加多个 它都给你取出来 取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列表的一样子 来进去对待 所以我为了进行便利这些信息 我还得去使用这样一个放循环的方式 比如说放message in这里面 我一条一条往外去取 取出来的话 我再把相对应的 n的放 给放到这 取出来的话 我在这里面可以去写信息了 比如说拿这个p标签 然后呢把message给你放到这 大写的 message 给你放到这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做的这一点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要跟你做这一点的话 就相当于 左边在进行第一次访问这个试图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让它当前的条件是满足的 flash为处 所以呢给你提下来信息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旦满足之后 我想让你下次再来访问的时候呢 我不再继续执行这一步了 所以呢我去声明一下 global flag flag 然后声明之后的话 我把这个flag 给你设置为false 设置于false之后的话 相当于全体变量变为假了 全体变为假之后 我再回过出来 再进入到这个试图华生当中来 那这时候呢 这几话是不是不执行了 不执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在这边那些的信息还有没有 我们让程序 才去运行一下 当前已经启动了 回过后来 我去刷信一下 我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呢 看一下 第一次访问 当前的这个session 因为这个flash信息 是需要用到那个session的 它实际上是怎么去做呢 它是在你的flash的时候呢 相当于是把这个session给你存到 把这个闪现信息给你存到session了 然后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它这个getflash的message 又是从那个session当中往外去取的 因为你发现我在那里面写的这个flash 并没有去通过模板变量往过去传呀 所以它总归得有一个地方 它那地方呢 就是给你存到了session当中了 所以既然是session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不在地配置一下的 app.config config当中的里面的secret key s-e-c-r-e-t 给你放到这 咱们随便去写一个 写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这里面session会用得到 然后呢 咱们要程序启动一下 这个session不是我们自己去操作的 是他自己操作的 所以把这配置完成之后就可以了 咱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吧 所以那前条信息就取出来了 然后呢 我再来第二次再来去访问的时候 看一下 数据没了 原因就在于 我第二次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不过来了 那进入不过来的时候的话 上一次的那个信息 已经被清空过了 所以把它叫做闪现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 你在这里面存一次 我在右边也只能取一次 你接下来在第二次请求当中的话 那这个flush里面又是空的了 你除非再往里面填送东西 我才能再取 不填送东西的话 它就取出来的 所以就代表闪现 只能够看到一次 哪用得到 如果说就相当于 你刚才在哪呢 在这个模板当中 看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wtf的时候 咱们给它提示信息的时候 我们给它这个模板里面的 这个消息 实际上是不是使用的 这个farm的表单呀 对吧 如果你不用它这个farm表单里面的 凑数信息呢 如果你想自己去操作呢 比如说就相当于 你一旦验证失败 一旦验证失败之后 我在模板渲染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去使用它的这个error message 而是说自己要操作的话 怎么操作呢 这一点已经给你在课件当中去使用了 课件当中的话 跟我这里去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课件当中去使用的就是刚才flash的message了 你看一下 怎么去用 最相当于你就可以一旦验证没通过 我判断一下当前是post的方式 肯定代表有人填充数据了 填充数据还没验证通过 是不是肯定有信息有误啊 所以在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flash信息 给你去炫一下 炫一下之后 在模板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你看一下这个模板当中 是不是通过这个getflash的方式 把那个信息给取出来了 所以就在这个里面运用到了 如果你不用这个表单的话 你自己还提供这样的东西呢 你就可以去用上它 这是关于特殊的这个东西 getflash咱们也说完了 说完之后的话 好